哈喽大家好我是水哥 玩者聊聊天赫新英雄靖已经上线了 他的伤害也是非常高大 特别是他大招之后配合一技能 那个无CD刷新技能也是太恐怖了 然后今天我们来玩一个单挑模式 今天主要用的是猛牙 在排位的话很难强到这个英雄 之前和这个靖单挑过很多英雄都打不过 我们准备换一个猛牙 看能不能跳得过对方 开始的时候把对方打得挺少许的 还挺开心 但是到后面就有点后悔了 因为对方的伤害确实很高 而且一技能的那个突刺能力非常快 一技能就相当于一个无疑 我真的没法跑 后面学乖了 然后到四季以后开几个大招 戳戳戳戳 导弹又不停的射 直接把他给击杀 可以说这个射手打算是非常好用 特别是猛牙爆走状态的时候 就把那个导弹速度又非常快 后面只要领先一次之后 再打对方就非常轻松 有一个二技能 二技能距离也非常远 还在减速效果 对方想撸我没那么快 对方想撸我没那么快 再来一个二技能 直接带走 拿到两个人头之后还是比较骄傲的 然后对方在一次近距离攻击之后 我的导弹没有办法继续攻击他 最后直接被他一头秒了 他的技能太快了 没办法 但是到后面的话还是射手比较有优势 毕竟手长对吧 他抢过来 先赶紧握握一个技能 他又冲过来了 赶紧开溜 虽然我也败了 但他也跑不掉 最后在塔下两个人一起 这算是一个平局吧 双方又发展了一段时间之后 又开始了 双方整结差不多 这方又冲过来了 然后赶紧展现一个 直接把他给击败 可能是这方操作还是不太理你吧 还有就是这个新英雄好像有bug吧 开大招之后 对这个单挑模式 有的时候会突然出现塔击状态 我自己玩的时候也出现这种状态 比赛越到后期 对射手越有利 因为射手的伤害越高 到后期只要他不要靠近我方 对他的伤害就能造成成沉沉沉沉的伤害 等他靠近的话已经就没有多少学 然后拍个大招 现在他只能被压在家里打不敢出门 打不敢出门 打蛋不停的反射 这就是射手的好处 其实很多射手只要发跃到后期 那单挑发跃到后期的话 基本上也是非常无敌的 这时候对方估计是已经暗耐不住了 然后就冲过来击我 然后再一进的不停的扫射不停的扫射 说说说说 直接把他给他倒败了 倒败之后 对方好像已经没有反开能力了 因为我的小兵已经在对方那里拆塔了 不用过去 他也直接被拆掉了 所以说打这个近的话 和近单挑的话 选射手还是比较有利的 还有可以推荐大家选一个嫦娥 我另外和大家一起用一个嫦娥 击败过对方的一个近 其他英雄还是没事吧 阿柯肯定是打不过近的 好